泡聲一響 岸邊早就擠滿民眾準備接包 用魚網接就算小咖 把大傘反過來才接個夠本 為了這艘造價1.8億元的新船下水 船家準備了兩三萬顆的包子和麻糬 照傳統習俗丟包子求平安 為了搶包子 雨傘開花也值得 大鴻山都撈去沒關係 還不錯啊 第一次參加 有拿到那個包子網 阿公阿嬤魚傘滿了 塑膠大也滿了 才甘願回家 一家人都有平安包子吃 全台灣最後一組爬網漁船 主要是捕撈青魚 漁業資源面臨枯竭 淘海人可不希望再有內憂外患 你不可能說要討好人不想生活 總是要更辛苦也是要這樣 我們政府要拿起來比較中 有皮絲的皮嗎 對 大家搶吃平安包 船長只求每次出航 不只能平安 還能滿載而歸 這就江振慧 宜蘭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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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